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上附加条款 总价值可达5800万英镑约8000万欧元 这也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的转会记录 他被看作是亨利的接班人 几乎若有媒体都认为曼联像中了头彩一样捡到了宝贝 马夏尔在曼联的可谓是高开低走 加盟曼联后的第一场比赛 就在对阵利物浦的比赛中取得进球 凭借在曼联出色的表现 马夏尔获得2015年度欧洲金铜奖 然而 随着穆里尼奥的到来 马夏尔的才华也因此荒废了 他和穆里尼奥的矛盾陷入不可调和的地步 矛盾的起因是在2016赛季 马夏尔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 穆里尼奥便将他的9号球衣让给了一步 而就在今夏 在曼联被占妻 因为妻子待产的原因 马夏尔希望穆里尼奥能给自己几天假 妻 但是却被后者无形地拒绝了 而《泰晤士报》还分析道 马夏尔的未来问题 也是穆里尼奥和球队CEO伍德沃德分歧的最新例证 穆里尼奥夏天曾亲口告诉有人 希望球队出售马夏尔 他对法国人场上场下的态度非常不满意 而伍德沃德则否决了这一动议 不仅如此 伍德沃德还希望与马夏尔续约 如今看来 马夏尔续约对穆里尼奥会是一次打击 这是穆帅在曼联无法称心如意的又一次体现 看来关于摩帅下课的传闻 绝不是空缺来风 马夏尔绝对是一个被俱乐部耽误掉的球星 作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新星 球队的新希望 就因为新教练带着他的敌气来了 二话不说抢了他的号码 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球员 落差是何等之大 更可悲的是 马夏尔毫无怨言地努力为一个赛季 终于找到状态发挥出色的时候 教练又带来了一个高心低能的球员抢了他的位置 让他彻底沦为替补 可观地说 穆里尼奥执教的这三年 马夏尔是真的被耽误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